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我是Emily 今天是雨林钢开钢Vlog的第五期 如果没数错的话 今天有两件非常简单的任务要完成 一个是用水泥灌浆料对山体岩石的部分做填充和覆盖 另外一个是准备钢里面后期需要用到的 供爬藤植物进行攀爬使用的一些藤蔓 首先我们来做第一件任务 我在这里选的材料是一种混凝土的灌浆料 我做了很多功课 看到一些老外也说对这个水泥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他们有的是选择了一些防水性比较好的水泥 但是我个人觉得水泥应该是都比较清水的 不太可能达到防水的作用 所以我后面呢还会专门对这个岩石部分做一次防水 然后呢我这里还用到两种颜料 对这个上浆料做一个调色 这里用到的是白色和黑色 最后调出来应该是一个深灰色的颜色 现在这个颜色就是比较深的一个灰色 然后我们把水泥倒进来 加适量的水 因为在刷浆的过程中呢水泥可能会掉到这个下面去 所以我这里要用垃圾袋先对这个地面做一定的防护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刷浆了 我这边呢是打算在这个喷泉的池子 包括瀑布的这个山体 还有上面的这两块也都把它做成岩石的样子 然后可以看到我这边还刻了这种小楼梯一样的东西 我不知道后面刷出来能不能够呈现这种石板的一个效果 其实这个工作没有什么难的 但是呢要耐着杏子拔 你需要覆盖到的每一个地方都要覆盖住 然后呢在这边上将会上一个两到三层 铺好了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这个水泥还没有干 要等24个小时才会干透 然后呢我发现它里面的小石子也很有用 因为之前用发泡胶做的山体上面是有很多孔洞的 这样比较难看 所以有很多地方用这个小石子往里填 然后后面我还会用防水的涂料 把这些小石子啊这种山体的细节都封锁在里面 然后彻底的防水 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今天的第二件任务 就是做雨林刚中需要用到的藤蔓 众所周知呢雨林中的生存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可能经常会出现藤蔓绞杀大树的情况 那么我在我的缸里面也想再现这种情景 所以说做藤蔓除了能让爬藤之物攀爬之外 还能够营造一些意境和景象 做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大家只需要准备几根不同直径的麻绳 和一筐非常干燥的椰糠 以及一管玻璃胶就可以完成藤蔓的制作 同样的这项工作也仅仅只是需要一些耐心 我们先用玻璃胶把整个麻绳覆盖之后 然后再把椰糠粘到这个麻绳上就OK了 大家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手套 如果怕这个硅胶凝固的比较快的话呢 我们可以一小节一小节的来做 藤蔓的话就做好了 我这边是做了三个不同直径的藤蔓 一个是8毫米一个是6毫米还有一个是2毫米的 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椰糠一定得是非常干燥的 否则的话玻璃胶是粘不住椰糠的 那么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 明天呢就可以继续的来给山体做防水 然后呢给背井上戒指 如果大家对这个内容感兴趣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也别忘了一键三连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